跟著歌曲旋律 用肢體搭起一座愛的羽翼 慈濟人文職業中心 歲末祝福當天 同仁們演藝法華金續品 其中新聞部行政人員陳怡嘉 既由這次姻緣在演藝後 報名了志工培訓 準備直至合一 下定決心想要跟著師父一起走 然後再來就是下午的那個溫馨座談 就是很心疼 像人說他年紀大了 那我覺得我們還年輕 我們應該要為自己 為上人多負擔一些 兩百多位同仁深入金藏齊聚一堂 觀賞演藝當天影像 臉上浮出笑容 對於練習時的點點滴滴難以忘懷 尤其每個人都是抽出工作空檔 加緊排練 連假日也不休息 我們該做的事也一樣沒少做 所以一方面感恩各位 盡全力來參與排氣跟我們的演藝 這回演藝也運用大一幕科技傳法 呈現書佛陀講述廟法蓮華經的道場 只是如何強化說法內容 考驗著幕後製作團隊 用慈濟人的言行的行為 在現今這個時間 行的菩薩道去印證以前 兩千多年前的那樣的東西 所以就開始把很多的故事挑出來 怎麼樣去跟經文搭配 法華經絮品演繹 充滿道氣 展現慈濟人文 藝由影像回顧 大家眾口其聲 要讓愛與慈悲的法華精神 永久留在心中 大愛新聞 林國新簡原集 台北報導